中国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与努力 如今已经成为坐拥两艘航母的亚洲国家 其中山东舰还属于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国产航母 至于辽宁舰 想必大家并不陌生 开航母的前身正是昔日乌克兰麾下的瓦良格号航母 在2002年抵达中国 于2012年正式交付海军部队 然而无论是辽宁舰还是山东舰 均采用常规动力 并且采用华越式起飞方式 对于此前没有航母的中国而言 这两艘航母的入义大幅提升了本国海军实力 但是相比西方国家 常规动力航母并不如核动力航母 那么先进 首先常规动力航母需要加入燃油 而核动力航母则无需担心燃油不足的问题 而且采用核动力之后 还能大大节省内部空间 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机库的容器 目前我国山东舰搭载了单台功率 在5万马力的蒸汽轮机 总马力达到了20万左右 但是蒸汽轮机却拥有体积过大 热效率低下 加减速性能比较差等缺点 为此我国开始研发 国产核反应堆与新型航母的建造工作 目前已经拥有玲珑一号和华龙一号 两座小型核反应堆 同时新型航母的建造工作也在稳步推进 因此外界认为 可以将玲珑一号和华龙一号放在新型航母之上 但是根据了解 玲珑一号核燃料风度大约在3%左右 而核动力航母的核燃料风度需要保持在20%左右 因此无论是玲珑一号还是华龙一号 显然并不适用于核动力航母 当然除了两座小型核反应堆之外 我国与俄罗斯联合打造的RITM200反应堆 输出功率达到175兆瓦 而美军挥下的尼米兹级搭载的A4W反应堆 最大功率大约在204兆瓦左右 因此也让我国看到了研发大型核反应堆的希望 但是该反应堆却存在一个使用寿命仅有三年的缺点 意味着一旦使用RITM200 每三年就需要更换一次 从目前来看 新型航母的动力抉择或成为难题 如果继续选择常规动力 那么中国航母的实力依旧无法媲美西方国家 如果选择核动力 极有可能会步了戴高乐号航母的后路 对此只能说有舍才有得 想要新型航母稳定采用常规动力作为保险 如果想要提升中国航母的实力 核动力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如今只能寄希望于我国的广大科学家 能够早日突破大型核反应堆的瓶颈 让中国航母早日击身核动力俱乐部